1865年,如勒·凡尔纳在《科幻小说从地球到月球》中,用月球炮弹完成了登月计划。 1969年,阿波罗从小说描述的地方,用和月球炮弹相近的速度发射升空,成功登月。 1968年,亚瑟·科拉克的科幻小说《2001太空漫游》改编成电影。 50年来,作品中描述的科幻场景都一一实现。 登月、太空站、声纹登录、视频通话、平板电脑、人工智能国际象棋选手。 我们不得不惊叹科幻小说中的预言。 这仅仅是巧合吗? 人类在世界万物面前,夸赞自己是这个星球最聪明的物种,给每个事物命名,定义它们的属性。 可是,仰望星空,可以光年为尺度的宇宙相比,人类只不过是宇宙里的一粒微尘。 比起宇宙的浩瀚,人类唯独值得骄傲的,是无穷的想象和创造。 想象,不分地域,不分性别,不分年龄,不分种族。 想象,穿越时间和空间。 创造,把一切重新塑造。 创造,让人类拥有未来。 看到你想看到的,感知你未曾经历的。 勾建你不曾拥有的。 想象力和创造力,让人类可以在无限的宇宙中走得更远。 2015年3月,一群对科幻充满热情的科学家、科幻作家、投资人、工程师及工艺人士, 在深圳发起了中国首支致力于推动科幻产业发展的工艺基金、科学与幻想成长基金。 同年7月,启动了陈兴飞中国科幻原创文学大赛,首次以工艺资助科幻创作的形式。 帮助那些有梦想、有能力的作者完成作品,迄今以围绕科幻开设出科幻美术大赛、 大学生科幻辩论赛、科幻电影工业大赛、科幻作品翻译赛。 敦煌科幻邀请赛,以及中小学生科幻作文比赛等7项赛事。 自赛事举办以来,投稿总人数超过5000位。 参赛总字数突破6000万字,近7000部科幻小说、科幻剧本。 美术插画、动画视频等作品、出版和再出版中的作品23部。 改编影视作品5部。 计划供应发行的一部,孵化科幻相关的时效、媒体、影视、咨询公司7家。 发现挖掘有潜力的科幻创作人才70余人,在国内外举办各类科幻互动200余场,吸引了全国主流媒体广泛报道。 搭建其企业、资本、人才互动的桥梁,影响人群超过4000万,成为中国科幻领域唯一全产业链覆盖的综合型赛事。 7年来,科幻基金在传播科幻文化方面,一直在突破自我的道路上探寻。 科幻Talk成为各界精英共同参与探讨的科幻跨界交流品牌活动。 科幻艺术大师展。 诚心科幻美术成果连展,凸显科幻艺术表达新形式。 科幅中国的未来者说,和创想先锋。 两个科幅节目,从专家视角,讲述科幻思维,引领创新创业。 科幅未来深圳市中小学科幻创作大赛,释放学生们的想象力。 敦煌国际科幻邀请赛将赛事的深圳模式整体输出,让传统文化通过科幻焕发新活力。 每年,还结合潮流元素设立如互动阅读、剧本沙等专项奖,吸引年轻科幻迷参与。 科幻基金发布的中国城市科幻指数,已成为全国主要城市的关注焦点。 北上广深大企业创新计划更是将科幻作为科技创新源头,为大企业注入新思维。 此外,科幻基金与欧洲历史最悠久、规模最大、知名度最高的国际性科幻艺术节, 法国南特国际科幻节建立了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,将中国科幻艺术作品带到了南特, 同时,也把法国的艺术作品带回了深圳。 为法国南特、中国深圳两座新潮史上同时布施艺术氛围的城市,搭建了国际科幻交流平台。 科幻基金开创了第一个以资助孵化作为鼓励创作的奖项, 第一个把科幻与美术相结合的奖项, 也是第一个与国际知名科幻节结盟的中国科幻机构, 第一个代表中国参与法国科幻展览的机构, 第一个承办国家级科幻大会的地方民间科幻组织, 第一个研究和发布中国城市科幻指数的机构, 第一个围绕科幻内核孵化科技公司的组织, 第一个向国内其他城市整体输出赛制的机构, 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国际科幻节,深圳科幻州。 科幻基金为深圳增添了荣誉的科幻味道, 成为中国领先的科幻IT原创平台, 中国科幻圈最具影响力的顶级赛事之一, 和最知名的中国新生代科幻人才的成长平台, 打造科幻产业深圳模式。 未来,我们将顶承科幻基金核心的价值驱动, 激发大众想象力,提升民族创造性, 吸引科技、文化、教育产业的朋友们一起合作。 科幻,永无止境。